这次汉副总统赖兴德住在同一栋饭店里面 在外面你可以看到饭店外面挂满了中华民国的国企 副总统九六三计时 美国在地华会EIT的主席末建 和主席代表小美金有庆会的基金站 哈喽 欢迎欢迎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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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地位 代表美国在台社会 美国的人们欢迎你的 到 六千叠公英语末建公华语 向方是有比自来 后来副总统六千叠 走出既圈的手 头一次副总统 成文贵经美国 在专业外面迎接 不是红杜拉斯 住六三计的中领寿 现会第一 后来副总统就 真烦饭店 受到教保 热烈的环境 欢迎来 你们这边坐过来 各位老赛总统 感谢大家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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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欢迎到早上三点 过去乘 就是要来看 罗副总统 这次由于 风云的关系 只能够 揭手 但是副总统 有早一块 博帝 请董人专告 让教保 真是思念台湾 想念台湾 桥宴啊 是线上 失望还是 当然是 大家期望跟他见面 以前的桥宴 是过蛮多人的 大家抢的都破头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大家都可以了解 之前副总统 过境六三计的时 有中国人在反对 这次在饭店外面 有中国人 这是台湾的自由民主 我们大陆人被压迫 多少年 所渴望的一个诉求 副总统 我们赖清德 记得都在饭店里面 和美国政要 以及侨胞们视讯 以上是华氏基的 陈沙利事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